亲民节倒数不少人提早扫墓祭祖 拜拜水果贡品败对了能求极力 但如果败错恐怕会衰一整年 喜欢吃的就好了 亲民祭祖还能讨吉祥 最好选择橘子大吉大利 柳丁生子天丁 柳子保佑佳人 而柿子象征事事如意 又红又甜的苹果谐音平平安安 水果行老板说这些最多人买 不只要败对水果还要败对食物 红菇粿糙粿粿念起来就是贵 不愁吃穿 发糕米糕代表步步高深 韭菜长长久久 但记得不能切断红萝卜 好彩头好吉利 败水果要注意数量 一三五代表羊 二四六代表鹰 通通有美感 香蕉九里亚就是里字 来啊就是比旺就是旺来 九里来翁一般在记者非常忌讳 民俗专家也点出香蕉 粒子梨子凤梨式大忌 九里来翁变成要好兄弟一起 沉串的水果招来厄运一连串 多子水果代表多心不虔诚 以上水果先跳过 但有民众觉得只要好吃的都能败 毕竟记住还是心意最重要 旧黄讯王一玉高雄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